报应来了,白头盔被抛弃,西方国家互相挽起踢皮球了。 叙利亚战争期间,总会出现一批带住白色头盔的救援组织,他们就是自称叙利亚民房组织的白头盔。 至于白头盔是否在叙利亚履行救助的义务,这点难以评价。 但有一点很明确,叙政府军一直仇视白头盔组织,将之是为恐怖组织。 你对余报应来了,白头盔被抛弃,西方国家互相挽起踢皮球了。 有什么看法?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。 在这之前,记得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。 可让你在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最新影片。 因为白头盔是西方国家援助的组织,每次叙政府出现什么负面消息,都能看到白头盔的身影。 比如今年4月爆发的叙利亚化武事件,就是白头盔组支队外宣传的。 巴沙尔指控白头盔组支为了将西方军队引到叙利亚,竟使用这种自导自演的化武袭击事件。 当然,美英法就是以这个借口,对叙利亚采取了正义的打击行动。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,联合国也莫查出来。 随住叙政府均收赴西南地区,白头盔组支的安全时刻受到威胁。 虽然巴沙尔城诺保证白头盔的安全,但谁会拿住自己的生命去赌呢? 因此西方国家打算将白头盔组支安顿美国,但被特朗普给拒绝。 特朗普以白头盔为非法移民的借口,拒绝接收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感谢你的收看。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。 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。 谢谢。 下部影片预告。 这才是真实的伤咒王。 说一说曾被黑了三千年的伤咒王,原来被洗脑这魔酒。